前阵子收拾家里的库房 在角落发现了这台20多年前的大屁股电视 瞬间感觉穿越回童年 当即开机试了一下 显示功能竟然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惊喜 于是萌生了一个改造想法 直接开始吧 找了两块主板 量了一下这块小的尺寸正好 那就用这一块吧 配置方面 我想用i5CPU都配16级内存 日常使用和一些网游应该够用了 硬盘选了一个MZATA盘 可以直接插在主板上 可以不用接硬盘供电线和数据线了 虾仙 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先接上电源测试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继续做 成功进入主板BIOS了 电视显示也正常 可以继续了 我准备了一条带线的开机键 和一条双口USB3.0线 一条双口USB2.0线 两个USB2.0的接口 打算用来接无线键盘鼠标的接收器 所以接口就留在侧后方吧 USB3.0接口比较常用 那就和开机键一起放到电视机的前面板上吧 主板带无线网卡 买了两条笔记本无线天线 直接贴在外壳内部就好了 这里用了一片PVC薄片 可以用来给主板和电视机绝缘 电源线做了一下修改 把电视和主板电源做成了一路 以后只需要接一根线就可以都通电了 好了 内部都接好了 现在可以把电视后壳安装上 现在可以开始安装系统了 先把Windows 11系统盘插到前置USB上面 然后打开电视和主板电源 在BIOS里把系统盘设置为第一启动向 然后按F10确定重启 重启后就会进入自动安装系统的阶段 我们只需要等待片刻就好了 趁这个时间聊一聊这台电视吧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家里都有这样的CRT电视 我家这台TCL王牌电视 用了好多年没触过什么问题 后来换了液晶电视 才被迫退休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居然还能用 这次改造前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 我才知道原来TCL去年的电视销量都到全球第二了 今年还出了98英寸巨木制屏 和这20多年前的大屁股电视一笔 不得不感叹科技变革创新之快啊 今年还是TCL成立40周年 没想到竟有40年这么久 小时候还在看这台TCL王牌电视 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 所以这次就改造一下这台电视 重吻一下小时候看动画片 玩游戏机的感觉吧 哇 成功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Windows 11 看起来非常不错呀 那么 不如跑个分吧 赌大师跑到了十几万分 这个分数对于我日常使用来说 性能完全够用了 跑分只能做一个参考 具体怎么样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吧 先试试网页看视频 对于跑十几万分的性能 网页视频显然毫无压力 不如直接测试游戏性能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感觉非常流畅呀 用电视玩游戏体验真的很特别 这台电视自带的喇叭也很给力 既然是老电视 那就做点老电视该做的吧 我感觉很远 開啟的 总结一下 这次的改造我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 老电视不用放在角落吃灰了 以后可以拿来看看视频 或和朋友一起玩会游戏 怀念一下儿时的时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Bye